接下来就欢迎我们温棒快闪记忆体产品计划技术副理余伟良讲师 为我们带来的专位车用储存需求的高速低成本创业是NAND方案 那我们欢迎我们的余讲师 大家好我是来自华邦电子快闪记忆体产品行销部门 我叫余伟良 那大家可以叫我Will 那今天要为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在测用这个领域呢 如何去选择一个高容量高读写速度 并且低成本的快闪记忆体 可以用在代码和资料的储存上面 那在现在很多的凯路式应用中 越来越多多应用需要大容量的Node Flash 从512Mbps到Mgbps 但是高容量的Node Flash所带来的高成本呢 也让很多的系统架构师和SOSER 不断的在寻找一个替代的方案 那在今天的研讨会呢 我们会从各个不同的面向来探讨 并证明Node Flash 为何能够适用在测用的代码储存的应用上 提供一个高容量高速且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那华邦在记忆体这个产业呢 也算是一个老字号的公司了 到今年9月我们就将借满32周年 那除了一般应用在工业规格的SPI Note跟SLC内之外呢 那我们在不同的领域也一直在寻找 创新跟解决问题的机会 举例来说在High Quality部分呢 我们有支援AG1 125度的SPI Note Flash 以及支援AG2 105度操作温度的SPI内 那也有支援硬底自带ECC的SPI Note跟Note 那在Low Power这一块呢 主要是因应物联网跟穿戴式装置 这些装置对于功耗可以说是支出比较 所以我们在原来的3V跟1.8V的产品线呢 额外create了一个1.2V的Low Power系列的Flash 来应应这个低功耗的需求应用 那在Secure的部分呢 我们支援安全性加密的Flash 那High Speed的部分呢 我们支援8个IO的AutoFlash 以及支援PTR的SPI Note跟Name 那这也是我今天会为各位带来的第一个主题 以及High Speed的SPI Name 那More for SPI的TZQI主要讲的是 我们提供不同型式的Flash 像是KGD、Winfer Level CSP跟NCP 那因为我今天会带到OTA的应用 那其中包含用Warpun的SPYStack来做实现 那我们后面再多做介绍 那今天的Agenda主要分成四个部分 在前面两个部分我们会讲到SPI Name的趋势 以及现在市场上对Flash需求的变化 那第三个部分 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探讨一个车用的案例 为何在这个案例当中 它会把原本的SPI Note 转换成使用SPI Name 那我们会从不同的面向、成本、质量、图写速度来 比较Note跟Name的差异 那第四个部分 因为未来的车大部分会支援OTA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会来探讨不同Fresh的方式 来实现OTA的应用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有特别挑戴我说 我要做几个Q&A 然后送一些奖品 那所以我在第三、第四个section结束 我大概看时间会遇到两个问题 那这个奖品是100元的 统一商品语券 你可以用在星巴克7统一集短 那请大家提升一下大家的士气 那在进入车用这个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几件事情 在NoteFresh的部分呢 SPI Interface的NoteFresh 已经占所有NoteFresh应用的90%以上 那假设我们说 SPI NoteFresh花了20年的时间 达到这么高应用的比例 在SLCName这一块呢 我们相信只要一半的时间 SPI的Name应用的比例 就会超过并列式的SLCName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 大家早已经在SPI Note的这个部分呢 学习到很多的好处 比如说更少的 更少的PIN的包装 代表你可以有更低的成本 以及它比定列式还有更高的读取速度 所以说串列式 Name应用的比例将超越SLCName 这个是未来即将会发生的事实 那部分高容量的SPI Note市场呢 它已经逐渐的被SPI Name给取代 这件事情呢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正在发生当中 好那又因为SPI Note跟Name 它在硬体上有相容的引脚 这也使得SPI Name的导入速度上更加的快速 并且呢Name它具有写入速度快 低成本且品质相当的优点 那这几点我们会在后面的时代都做一些说明 那在传统上 我们认知Name它是一个相当可靠的记忆体 也就是说在我符合规格范围内的操作中 它不会出现坏坏或者是位元错误 那一般的应用就是用比较少容量的Name 来储存开机的代码 那在Name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相对不完美的记忆体 也就是说它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会出现坏坏 因此呢它需要被管理 比如说使用ECC错误纠正 或者是发刻管理机制等方法 那在趋势上呢 我们看到最近到未来的几年呢 大容量NoFresh的应用 比例它快速的增加 可是因为NoFresh在制程的萎缩上面呢 它并没有继续的在眼镜下去 所以这代表我们在采用NoFresh的成本上 会相对的再提升很多 那在Name的方面呢 跟大容量的No来相比 它是一个相当有成本上优势的解决方案 并且呢 SLCName的品质呢 它其实已经可以跟No来做比拼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趋势和动力 在促使这样的转换呢 那我所谓的转换是说 从原来使用SPI Note 转换成使用SPI Name 那由于科技技术的进步 Communication 通讯协定的更新 让我们在原来有限的时间 可以传输更多的资料 那Ctrl 人机界面控制的部分呢 语音的控制它也导入到更多的消费性产品 举例来说 TWS 无线蓝牙立体音耳机 在这几年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红 那在未来三年 它至少有50%的年复的成长率 那它从原本使用32或64Mbps的Note Flash 已经转换到使用128Mbps的Flash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新增了语音控制功能 那第三个C Cloud 的部分呢 资料无所不在也不断的被收集利用 甚至是滥用 那Bit Data 也是处置深度学习重要的一个开端 进而可以使用 应用到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 举例来说 机械手臂可以透过学习 改变它的工作模式 来提升产线的效率 那无人机可以感知 地形跟周围的障碍物 去改变它的飞行模式 那无人自驾车跟自己 所有应用 于一生的重要科技 可是它也直接威胁到 使用者的生命安全 那在这么多的应用中呢 对Flash 的要求不外乎就是 速度要更快 那你容量要更高 也要相对的可靠 可是在我们产品设计 的过程中呢 却是需要对 却是一直在寻找 有没有Postcom的机会 那在这么多的应用中呢 我们就来探讨 在一个比较严苛的应用中 也就是汽车 为什么在这样 这么严苛的应用中 它会使用 把原来的 SPI Note 转换成使用到 SPI Name 呢 那我们会从这几个 成本质量跟 读取写入速度来比较 SPI Note 跟Name 的差异 然后第一个 从成本考虑上呢 的角度上 Note 跟Name 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有一位英国诗人说过 All the good things must come to an end 那白话的意思是说 所有美好的事物 终会有结束的一天 那如果我们把这句话 引用到半导体 半导体的话 可以用来自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到未来的几年 就遇到瓶颈的 没有办法继续的萎收下去 那如果我们把这句话 套用到 No Fresh 呢 其实也再适合不过 怎么说呢 Intel 是发展No Fresh技术的先驱 早在1986年的时候 就发表第一个 1.5微米的No Fresh 那随着时间经过制程演进 一直到2008年的时候 它发表了第一个 45奈米的No Fresh 可是2008年到现在 十年都过去了 No Fresh的制程能 停留在45奈米 并没有继续的萎缩下去 原因就是因为 遇到物理极限 使它制程上停止萎缩 那同样在40几奈米的 条件下 我们来比较 弄和NAM成本上的差异 那这张图的 X轴代表的是 制程工艺 那Y轴所代表的是 每记忆单位位元的面积 那面积越小 当然我可以在 一片晶圈上 生产的记忆体越多 面积越小 成本当然越低 那同样在40几奈米的 条件下呢 你可以发现 No Fresh的 记忆单位位元面积 是NAM Fresh的2倍 所以这也代表了说 在相同容量下 No Fresh的成本 会是NAM的2倍 好 第二我们从质量的角度上 来比较 No跟NAM的差异 那这张图 在X轴代表的 一样是制程工艺 那Y轴所代表的是 在每记忆单位位元的 电子数量 那电子数量越多呢 代表你 资料可以存放的时间 越久 那同样在 40几奈米的条件下呢 我们可以发现 No Fresh跟NAM Fresh的 电子数量 其实已经非常接近 那这也代表 他们在资料保存的能力上呢 已经可以做比拼 那这张图 是我们做的一个数据 主要是用来 呃 表述说 假设你今天的应用在 呃 读写次 写路跟模组次数 不是某平坦的状况下呢 NAM Fresh 它其实是可以用来 当作代码储存的应用 好第三我们从读取的速度上来 比较NAM跟NAM的差异 好 那 在跟NAM比较之前呢 我们先单独来看NAM的部分 那这个表格绿色的部分是 呃 SPINAM 操作在104MHz 4个IO的情况下 它可以达到 大概20幾MB每秒的传输速率 那橘色这条线呢 是 Omphi的 Omphi NAM 那 Omphi NAM因为至少有8个IO 所以它的传输 讀取的效率 大概可以到30MB 那 蓝色这条线呢 也是 一样是 SDI NAM 可是它讀取的方式 是用一种叫 Continuous Read的方式 所以它可以达到 每秒 52MB的 讀取效率 那 Continuous Read是华邦特有的一个指令 在我们第一代的 SPINAM Flash 就已经有加入这个功能 那 它的原理 其实跟Note很接近 也就是说 我只要下一次 读取的指令呢 就可以接续的把 记忆体里面的资料都读出来 那 相对于传统的 我们对 传统SPINAM的操作 你不用每一次 对每个page都去下 读取的指令 并且还要等待 8份load的时间 那在我们华邦最近推出的 第二代的SPINAM 支援车用温度应用的 这个SPINAM 这是一个 专门为高速应用而生的产品 它也是全世界 第一个能够支援 STR166 DTR83MHz 读取效率可以达到 每秒83MB的速度 因此呢 如果你想要选择一个 比较有成本竞争力的方案 可以选用我们 第一代的SPINAM 那如果需要比较高速的应用呢 就可以选择我们 第二代的SPINAM的产品 那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Note跟NAM在读取上的差异 这个表格我们来看红色字体的部分 那一般SPINAM在高速133MHz的读取速度下呢 是可以达到每秒80MB的读取效率 你可以发现 它已经跟我们第二代的SPINAM 读取效率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所以说在我们一般的认知下呢 NoteFresh的读取效率 远大于NAM 这个事实呢 它已经不存在 实际上呢 它们已经可以达到非常的接近 那更火的是呢 假设今天 把Sanagabite的读取效率 没办法满足你 你可以把我们两个第二代的SPINAM 和风在一个page里面 这样它会有8个IO 你就可以达到83乘以2 达到166MB每秒的读取效率 那这样的应用可以是在 汽车里表板 比如说你 钥匙参望距离上店 马上就需要有logo或图形跑出来 来提高使用者的体验 那第一次在写入速度上 我们来比较Note跟NAM的差异 我们以比较简单的数字来记 NAMFresh的写入速度是Note的10倍以上 那NAMFresh的擦除速度呢 是Note的100倍 我们一样看这个表格红色的部分 Note的写入效率呢 是每秒0.36MB 那相对的NAM呢 它是每秒8.5MB 所以假设我们以同样写入 1GB的资料量来看的话呢 Note它需要355秒 那NAM的部分呢 它只需要15.06秒 相对的节省了95%的时间 那这如果是在产线的烧路上呢 加快你的效率 代表你可以节省你生产的成本 那如果是在自动更新OTA上面呢 你更快的完成更新 也是可以提高你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好 但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为什么它会 从原来S-Piano的设计 转换成使用S-Piano 那在这个真实的案例当中呢 它是从原来的辅助驾驶 变更设计为无人自动驾驶 因此呢 它在它前置的CAMERA 它需要有更大的容量 来储存它更复杂的算法和资料 那并且因为在未来的自驾车呢 基本上都会有支援OTA这样的功能 自动在线更新 所以呢 它对于写入的速度 它是非常要求的 那因为OTA更新的时间 越长的话呢 代表你破路在外的风险越高 你可能遇到中途断电 或者是被駭客入侵的几率都增加了嘛 所以OTA的时间 当然是越短越好 那在成本上面呢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 在大容量的情况下 Node的成本会是NAND的两倍以上 所以这是三个蛮重要的因素 这边提醒大家一下 那第三个部分 第五个部分 那这样的转换 就会延伸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刚刚我们提到NAND 它是一个不完美的记忆体 那假设我今天换成NAND的话 我需要另外一个Ctrl的控制器 来做ECC或是快快管理吗 那在这个表格 最左边这个栏位 是三个我们常见 管理NAND的方法 ECC错误纠正 然后backblock management 还有损耗平衡 那右边这三个栏位指的是 分别代表的是EMMC 那滑方支援工柜温度的SPINN 跟滑方支援车柜应用的SPINN 那在EMMC的部分呢 因为它大部分都是比较先进萎缩的制程 所以它需要额外的控制器 来做这三件事情 那在滑方的SPINNN的部分呢 我们都是有硬体内建 自带ECC错误纠正 那快快管理的部分呢 我们也是有支援从硬体来实现的快快管理方式 那顺带一提 在我们支援车用 车用温度的NEMFRAGE呢 我们出厂的时候 都是保证没有坏快的 那这也是我们滑方 对车用品质的承诺 以及在业界领先的一个做法 在损耗平衡部分呢 滑方的SLC NEM46奈米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制程 所以如果只是几千次的插除血路 是可以不需要做Web Leveling的 那在车规应用的部分 当然我们的产品都会有经过AECQ100的认证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SPINNEM的特色 以及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滑方的SPINNEM呢 呃 我们的46奈米的NEM呢 是在我们自家的12寸晶原厂做生产 那我们现在提供512 1G以及2GB的容量 同时有支援3V 5.8V的产品 那刚刚提到的Continuous率 它可以达到每秒83Mbps的读取效率 那我们有硬体自带的ECC 以及坏坏的管理方式 同时有支援公规跟侧规的产品 那简单的总结 就是在相同的容量下呢 NEM的成本会是NEM的2分之1 那在写入的速度上呢 NEM可以减少95% 那滑方SoC NEM的品质呢 已经可以跟NEM来做比拼 好那在进入下一个台北之前呢 我想先问 来做个Q&A吧 在刚刚提到的一个实际车用的案例中呢 是因为哪三个因素 让它从原来的SPMNEM 转换成SPMNEM呢 请问是哪三个因素 这位穿黑色背心的先生 速度容量长的 没错好 那我答对了 请你会后或是休息时间来找我 我再办法一下你先 好那第二 再问一个问题好了 在我们华邦第二代推出的SPMNEM呢 是全世界第五个资源 STR跟DTR分别是多少MHz呢 请问有人知道吗 赶快啊 100元的商品比券哦 好那有黄色外套的先生 83MAY是DTR嘛 那SDR呢 166 好谢谢 正确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 OTA这个主题 那因为在未来的车子呢 大部分都会支援 OTA这个应用 那我们会来探讨说 如何以不同的Fresh方式 来实现OTA的方法 那我想先介绍一下 华邦SpiceStack这个东西呢 那这样到后面我们才会知道 华邦的SpiceStack 是什么样的东西 如何来实现OTA 那华邦的SpiceStack 它其实也是堆叠带的一种应用 也就是说在一个封装里面呢 它可以是No叠上No 或者是Name叠上Name 那它也可以是不同的产品组合 像是No叠上Name 这样的搭配方式 那堆叠带不外户就是 把两个以上的晶片 和封在一个封装里面 那我相信其实各位对 堆叠带的应用都已经很熟悉了 那为什么在这边还要特别的 会跟各位介绍SpiceStack呢 想必它一定是有一个 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那创新有时候是旧元素的新组合 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不一样 创新的目的呢 是为了解决应用上存在的某一些问题 那在SpiceStack可以解决的问题当中呢 今天我们会看到的Case 我分享Case3 也就是OTA在线更新的应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档案跟Fresh容量的配置 在一般我们的开机过程中 BIOS开机之后 会载入Kernel 以及其他的档案管理系统 那在这样的档案中呢 我们其实会有 可以有三种不同的Fresh的配置方法 那第一种方法呢 在最左边这个方法 它是用一个容量比较大的 Node Flash 来储存所有的资料 包含BIOS Kernel 以及其他的Data 那在中间这个方案呢 它用的是一个 Node加上Name的搭配组合 在Node的部分呢 它是选择一个比较相对很小容量 来储存BIOS 那其他的Kernel 跟Data呢 它是放在一个 1Gbps的SPM name里面 所以说它的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在最右边这个方案呢 它跟中间这个一样 它也是一个 Node加Name的这个组合 那差异在于说 它是用一个稍微比较大一点点的Node 来存放跟开机有关的资料 像BIOS跟Kernel 所以说它相对于中间这个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可靠的系统 因为它把做跟开机有关的呢 都存在Node里面 那其他的资料就存放在SPI SPI的Name 那所以这个方案呢 相对于最左边这个 它也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低成本的配置 那中间跟右边这个Node加上Name呢 它可以是一个堆叠带的方式 也就是把Node跟Name呢 封装在一个package里面 那传统堆叠晶片跟SPI的差异 在传统的堆叠方式呢 在每一个晶片都会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控制讯号 需要跟主晶片做连接 那在华邦的SPI stack呢 我们是在封装的内部呢 先把控制讯号全部连接在一起 所以在封装外部的PIN角呢 我们只会有一个控制讯号 需要跟主晶片做连接 那这样的差异在于说 在传统的迭代晶片里面呢 你比较多的控制讯号 代表你需要比较多的PIN角 要比较大的封装 比如说SOP16或者是BGA的封装 那比较大的封装 代表你要付出相对比较多的成本 那间接产生的成本可能会是在 你必须要预留比较大的空间 给PCB跟电路的layout 那在华邦的SPY stack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控制讯号 跟主晶片连接 所以即使是堆叠晶片的应用 我们还是可以封装在一个 标准8PIN的封装里面 那这样可以节省你PCB版的面积 进而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 那究竟华邦是如何做到 把堆叠晶片封装在一个 标准8PIN的package里面 并且还能够单独的去控制 里面的每一个晶片呢 那我们用的是一个叫C2H的 软体的指令 那这个指令就像一个开关一样 你可以去选择 你现在想要操控的flash 那在堆叠晶片里面的每一个IC呢 它都会有一个独立的ID 就像我们的身份证字号一样 它是不会重复的 那拥有最低位元的ID呢 它会是在每一次开机 或者是reset 预设被选择到的IC 比如说假设你现在 今天用的是一个 node加上name的组合 那理论上一般我们会把node 而塞成最低位元的ID 因为一般我们的开机 都是先通过node嘛 那C2H还有一个好处在于说 它可以在任意的时间做切换 那这个好处在于说呢 一般我们对flash的操作呢 比较像是排列式排序式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完成一个任务 我才能做下一件事情 我今天写入完我要的data之后呢 等待完我才能去读取它 然后接着再做erase 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那spice tag的好处在于说 它有支援类似变叠式的应用 假设说我现在在对一个flash做写入或者是erase 我们都知道flash的写入跟erase 都必须要等待一段的时间 那 因为你可以说随时做切换 你可以不需要在这段等待的时间 你就可以透过C2H切换到另外一个晶片 跟它做读取 这有点像是read or write的那种概念 或者是你可以同时在写入一个flash erase一个flash 同时做program 不是erase 来提高你系统的效能 那spice tag的特色呢 它是可以支援一个标准的封装 刚提到便列式的操作 可以提高你系统的效能 并且它可以有不同容量的产品组合 你可以是node加node node加node 或者是node搭配node的这种组合 那如果是这种组合的话呢 nodeflash有从16至128Mbps 那node的话呢 有从512到2GB 你可以根据你系统的需求呢 来调配出一个对你成本上最有优势的组合 在支持spice tag的部分呢 这是一个n字谱的网络处理开发板 那因为这个开发板也蛮具有代表性的 所以我这边提一下 它用的是一个8pin的WSON8x6的包装 那里面的堆叠晶片用的是16Mbps的node 用来储存BIOS的代码 然后加1GB的node 它是用来储存作业系统 好刚刚提到硬体的部分 那在软体的部分呢 在NINUS的开源系统中呢 它已经有支援spice tag的这样的应用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问题解决OTA的部分 那在现在的比较high-end的汽车呢 不管是自家车或电动车也好 动作都有100个左右的NCU在里面 那以现在OTA的OTA大部分 还实现在infotainment 云因宜乐系统以及GPS这个部分 那在未来呢 OTA还会focus在软体服务的更新 以及很重要的bug fix 那OTA对消费者来说 很重要一点 但是要更方便 今天我不用请假还要开车到维修站 等待浪费我的时间 那OTA对车厂而言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做cost down 今天若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它可以省去要把车辆率扣到维修站 这笔庞大的费用 那刚刚我们有提过说 OTA要快嘛 它不但要快 那在某些比较critical的应用呢 比如说汽车的安全动力系统 或者是在某一些24小时待命的工业应用中 它还需要非常的可靠 也就是说在我OTA的过程中 我还是要可以存取Fresh 随时的读取里面的资料 并且呢 即使我在OTA过程中遇到断电呢 我都还可以recovery回来 不会死机 不会当机 那我们一般以Fresh来使用OTA的方式 我们来看这五种方式 那有哪些方式可以同时解决 刚刚提到的这两个问题 那第一种方式是用它原来本身的 单刻的Fresh 那这样的好处在于说 我不用去改变我的硬体电路 那这样的cost也比较便宜 那坏处在于说呢 这种方式一般在更新的时候 它会把里面切成多个区块 依序的做插阻跟写入的动作 所以说如果你在过程中遇到荡漆的话 你的系统可能就再也回不来 那当然它在更新的过程中呢 你是没有办法去做SIP 没有办法去访问Fresh的 那第二种方式是说 我直接double我Fresh的容量 里面切成两个image 那这样的好处在于说呢 我也不需要改变我原来 既有的电路设计 那即使我在过程中遇到断电呢 我仍然有机会cover的回来 可是因为它仍然只有1颗Fresh 所以你在更新的过程中呢 你仍然是没有办法去做SIP 没办法去再讀取这个Fresh 那第三种方式是说 我直接double我的Fresh可以了吧 它放了两颗Fresh 好处是说呢 这种方式 这种方法一般是很容易去实现 那因为有两颗Fresh 在一颗在更新过程中呢 你还是可以对另外一个Fresh 做存取做SIP 所以在断电过后呢 你还是很有机会可以cover的回来 但是这样的成本就会相对的比较高 那第四种是用一种 绿瓦Rite这种Fresh 那这种Fresh 也可以做到更新过程中去讀取它 并且呢 它在断电过后呢 还是有机会可以cover回来 那坏处在于说 这种Fresh 通常比较昂贵 还有八个Io 你可能需要改变你电路的设计 还有你的主晶片 必须要能够支援这样的Fresh操作 那第五种方式 Sendai Staker 其实讲的就是 华邦的Spice Staker的这种应用 那因为里面是两颗的Fresh 所以你在更新一颗内容的时候呢 你还是可以做SIP 去讀取另外一颗Fresh 并且你在断电过后呢 还是可以cover的回来 那综合比较这五种OTA的方式呢 其实每一种方式都有它自己的优点跟缺点 那主要是要评估说 你本身系统应用 对于OTA的容量还有速度 成本上的需求呢 来选择一种最适合你的方法 那在刚刚提到 可以解决那两个问题的呢 有三四五这三种方法 那你可以发现在Spice Staker 它在成本跟电路的设计上呢 它是比较有优势的 所以说在这个OTA的Case当中呢 它是用一个 Note加Note的Spice Staker的组合 那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Spice Staker它是一个可以相容 标准8PIN的封装 那并且在成本优势上呢 它可以比大容量的Note Flash 更有选择性 弹性也更高 你可以自己做搭配的组合 那在效能上呢 它可以支援类似并列式的操作 提高你系统的效能 并且呢 滑方46nm的Name跟58nm的Note 都是非常可靠的制程 好 谢谢各位 那我来一样 还有点时间问一下 做个Q&A吧 刚刚在 奖品一样是100元的 统一商品品券 那刚刚在我们提到NXP的 网络开发平台中呢 请问它所使用的Spice Staker 是什么样的组合 哦 我们这边有一位 这边有一位先生 白色正在 哎 没错 这些答案 好 那再问一下问题哦 那请问一下 在Spice Staker呢 在堆叠带的应用中 它是用 哪一个软体的指令 来去做里面 不同带的切换 黑色衣服的那位先生 哦 对 没错 正确 谢谢 好 还有点时间哦 帮大家争取一些福利 那在刚刚提到OTA 有五种OTA的方式 请问第几种呢 可以克服在OTA 过程中 还要读取Flash 并且断变要可以Cover 回来 并且在成本电路上 比较有优势 是哪一种 那位白色 第一种 好 正确答案 谢谢 我还有点时间哦 再问一下 我们回到第一个主题好了 在刚刚提到的 High Speed SPI NAM NAM的写入速度 可以减少百分之多少percent 相对于NAM 前面这位白色衬衫的先生 95个percent 95个percent 好正确 非常谢谢 再讲下去可能 公司会被蹬这样 对对 好 我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各位 非常谢谢 好 好 大家好 有一点点的